位于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八阔街附近的大昭寺 始建于七世纪土拨王朝的鼎盛时期 大昭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是藏王松赞干部主持修建 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太多人了 刚刚买了一张票 那边买完票之后走过过道 然后这边就要到检票口了 过了案件之后 这边有壁画 这边的壁画是可拍摄的 大昭寺殿高四层 整个建筑金顶斗鼓 为典型的汉族风格 雕楼雕梁则是西藏样式 主店二三层沿下排列成行的 103个木雕 福寿和人面师生 寺内有长径千米的藏室壁画 文城公主近藏图和大昭寺修建图 这个是历代达赖喇嘛坐的坐垫 大昭寺里还供奉着释迦摩尼12岁等生象 这种释迦摩尼等生象原来是由尼泊尔传到大塔王朝 文城公主远嫁土博时 由文城公主带到拉萨 其文物价值和宗教价值 用一个价值连城很难形容 不仅是这座佛像 有许多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佛像 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佛祖一样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许多佛教信徒 不惜一切长途跋涉 数千公里 一步一磕头的来吃朝拜 这边人太多了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个视频见 拜拜